亲爱的你决定了吗 去夏威夷吗 不是 爸 是我留学的事 我们同学都出国了 决定了 陈总介绍我们到嘉诚海外移民 感谢嘉诚海外帮我们顺利的 办理了B7省投资移民 现在我们成功创业了 诚信与务实是我们嘉诚海外团队 23年来服务的宗旨 移民留学 请找嘉诚海外 嘉诚海外咨询专线604-273-1395 在大温哥华本拿比中央公园 史旺阁球场举行的 2019中华传统文化节 即第11届温哥华泼水节庆祝活动 特邀多位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 社区桥领出席 主办方表示 今年正值加拿大建国152周年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各界共襄盛举的同时 也凸显加拿大多元文化 今年除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之外 邀请了更多的族裔来参与我们这个大舞台 而且大家能看到 我们这里有更多的摊位 和更多的美食 所以我想今年的规模 无论从规模上 从形式上 从我们的内容上 都超过网界 在当前中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 能够民间做一些事情 能够让我们民间的火种继续烧热 能够体现我们民间的优势 特别的重要 今年卑诗省府也首度宣布 将2019年7月22号到28号 定为卑诗省中华传统文化州 表彰和纪念华人社区200多年来 为建设加拿大卑诗省做出的杰出贡献 更强调 华人发展的历史是加拿大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在这社区里的需要更多提升 更多理论 与不同的团队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社区 中国文化的文化 当然是我们的城市 我们很高兴地召集到我们的城市 看到这些美丽的颜色 美丽的舞蹈 美丽的舞蹈 非常兴趣 凤凰卫视 武警一鸣江 温哥华报道